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代表的是鸽派 他的看法是很高兴能够跟中国恢复贸易谈判 我们正在准备背景资料并等待中国的回应 这是他的态度 但是华府有相当多的鹰派认为绝对不可以向中国示弱 所以可能对抗再次的升级 这里头包括了美国的副总统潘斯也加入了美国的鹰派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 白宫根本还没有派版 川普的unpredictable 他的不可预测其实不只是川普本人 还包括他的幕僚圈完全是两派不同的意见 可能要到最后一刻 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答案 为大家做出几个相关的重要现实的转例 美国和中国正在加劲努力 希望能够在G20集团峰会里头达成停火协议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所掌握的消息 希望能够管控两国之间更大的贸易战不要升级 但各方对达成广泛协议的预期 仍然相当的低 彭博社的消息和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点点类似 彭博社的消息指中国大陆已经在G20之前 草拟出可能的贸易让步 但传言指北京的让步清单 没有达到川普的要求 而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在11月15号 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G20领袖峰会谈的是大方向 也就是说我不会达成协议 我达的是大方向 如果进闪顺利 只会为未来的谈判定调 关税不会立刻取消 罗斯说他认为美中肯定无法在2019年的1月之前 达成正式的协议 中国目前已经列出了142项的要求清单 罗斯表示 美中两国领导者得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一个一个处理完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 更别提要达成共识 并且公布书面协议 意思是说不用期待G20 关税会继续的走到2019年的1月 只是说关税会不会提高 从10%到25% 这是唯一的变数 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际的开放格局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总统的总统 中国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 当时他说的 开放他国家的东西 但会了它基本上 会发生的东西 什么中国要想呢 呢 在这段始续你中国正做出凉了自己的嘉贸 这个国家是理论的优优优独播剧 它是理论的联さ导致 运动品货 而且是理论的链易货 中国是带来的予设 那它可以购物也付出品 的意义是中国是开发于商业的 那一些國家来自带预备 探索中国的经济可互相处于如其他市场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就說 大陸透過進博會 塑造了轉型成進口大國的形象 呈現了商業環境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表達出 與美國談判意願的態度 闡述現在實際情況與改革方向 這都是為月底20國峰會上 舉行的席川會創造善意氛圍 總統總統席斯蒂芬妮 報告與中國共產黨討論 總統跟習近平跟習近平 進行G20峰峰峰 在中斷三個月後 美國財長努勤在9號 與大陸副總理劉鶴 恢復了美中經貿高層對話 11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通話以後 雙方經貿領域高層接觸已經恢復 同時工作團隊正在保持密切接觸 以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通話達成的共識 大陸官方缺了這項消息 但沒有透露會談電腦 而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展現出在月底席川會上 勢在必得的樂觀 事實上 在對華貿易問題上 白宮決策團隊又鬧出了內紅 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 上週就痛批一場 由彭博主辦在新加坡舉行的論壇 出席的除了大陸國家副主席汪奇山 還有能左右白宮政策的 美國華爾街高官 納瓦羅指這些全球主義者的富豪 所進行的穿梭外交 削弱了川普的談判立場 但他透過金融時報所發表的言論 卻遭庫德洛公開捧疑 認為他的鷹派言論是給川普幫了倒閉 而這樣的分歧 也發生在本週二的內閣回憶上 針對進口汽車造成國安問題的232調查 是否祭出加征關稅的政策 在這會上是炒飯的天 庫德洛和努勤都表示反對 因為美國汽車零部件多半進口 知識體大 就連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哲都認為 這將會動搖美國為對抗大陸 而打造的統一戰線 只有納瓦羅當姑娘全力捍衛 認為關稅可迫使談判中的大陸 歐洲和日本做出更大籃拨 但最後川普拍板 推遲汽車232的加徵關稅計劃 這也激勵了美股汽車板塊全面走洋 分析認為這是其中選舉過後 華府在貿易政策上的重大挑戰 貿易將局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逐漸顯現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潘 在紐約大學的一場演說上就說 川普的關稅手段簡直瘋狂 貿易戰只會導致兩敗俱傷 即便有贏家 衝擊量只是輸得比較少罷了 美中雙方都有坐下來談的需求 也開始了進行 儘管努勤和劉鶴在9號的通話沒有結論 但在13號一早 北京就傳了一份清單 以書面回應美國提出貿易改革的要求 分析認為這包括解決貿易赤字 保護智慧財產權 強制技術轉讓 加大開放市場準入 與WTO改革等多項議題 而路透引述美方官員的話說 這清單有142項共分為三類 包括大陸方面願意談並進一步採取行動的 及已經著手處理的 還有大陸方面認為已超出談判範圍的項目 政府和總統和大陸方面 曾經在三類似乎的談判 幾天前一段時間 他們會在三類似乎 在二十二軍交易會發展 在三類似乎 I think we could work it out very quickly. The real issue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subst dro 먹어 minder。 industrial espionage, that kind of thing. We can't tolerate abuses of that sort. We don't mind them becoming much more technically advanced, getting into the newer technologies, but they have to do so in a legitimate fashion,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到处对北京提出的改革中 美方能有不满意的地方 即便近来北京已做出 在智慧财产权保护上 严格执法加大侵权成本的宣示 似乎能无法满足美方的要求 事实上 全面围堵中国制造2025 遏制大陆在科技领域的超越 是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本周就在一份报告中警告 中国的科技实力 对美国安全以构成威胁 特别点出中国在网路设备 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 威胁了美国5G 无限基础设施的安全 这份报告建议国会 应要求白宫确保所有政府机构 都能解决来自中国供应链的 网路设备安全性的漏洞 这无疑封杀大陆5G通讯 在美国的市场 而罗斯接受访问时还表示 如果北京不能满足美国的需求 针对2000亿美金产品 加征10%的关税 明年能会按计划 提高到25% 川普又犯了国际贸易谈判的打击 投入了鞋当中的气氛行 还以北京的让步哪来炫耀 然而川普虽不满意 但能接受的态度 消除了市场对贸易战升温的疑虑 美股道琼指数在周五 以小幅上涨作收 而习近平在15号以非敌巴布亚牛吉内亚 参与APEC并对三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行程 以往刘鹤是习近平出访的基本配备人员 但这回他并没有跟随 一般预料 刘鹤正在北京准备 于月底20国峰会前 再赴华府就贸易问题展开非正式磋商 美方官员则透露 习专会预料将达成一项 不再让贸易战升级的阶段性框架协议或声明 宣告美中贸易问题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台湾有一些人因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跟主权方面的威胁 所以对大陆长期有反重的情节 因此对于美中贸易大战采取的态度是幸灾乐祸 但是日本跟韩国并不这么看 日本第三季度的经济萎缩了1.2% 他们的看法是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 韩国方面则称自己将走入经济悬崖 一个是韩国自己本身的人口老化 另外一个就是美中贸易大战 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国 其实台湾何尝不是 而有两个智库 一个是美国的智库 另外一个是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都在他们的报告里头点出来 在这一次美中贸易大战里头 不只是中国大陆受伤 东北亚的生产链都受伤 而受伤程度最严重的两个报告是一致的 第一名排名的是台湾 第二名是韩国 第三名是日本 美中贸易大战打得火热 全球经济都跟着震荡 国际货币基金10月初 下调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成长率为3.7% 直指美中贸易战伤害全球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决议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理由是美中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影响日本经济令人不安 在季度展望报告当中更直指 包括英国脱欧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成为风险因素 未来日本经济以及物价将面临下行风险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燕 早在6月出席欧洲央行新特拉年会的时候 就表示正高度关注贸易争端 对中日韩等东亚供应链的严重干扰 美中贸易战无疑的 让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飙升 而且还在加剧当中 同样面临景气下行局面的是韩国 中国是韩国许多产品最大输出国 除了零主件之外 韩国主要还出口半成品 在中国加工之后销往美国市场 这是一条已经成型大约20年的 东亚经济生产链 换句话说和台湾一样 所谓的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 大约3750亿 中国大陆只是最后生产主装地 其上有可能来自台湾 日本以及韩国 南韩投资公司分析认为 贸易争端升级 中国出口受到美国关税严重影响 连带的韩国出口将受到波及 韩国财政部7月也提出预警 南韩经济可能产生严重的下行风险 10月31号 韩国统计厅发布最新产业活动动向报告 由于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信心影响 今年9月零售额指数环比下降了2.2% 汽车销量则是大幅减少12.4% 这意味着消费陷入停滞 产业生产也减少了1.3% 是时隔5年6个月之后的最大跌幅 2018年上半年整体投资也减少大约20% 可以说组成一个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 从消费 生产到投资 经济表现皆满目创营 而反映景气状况的同行指数 循环变动数值也已经是连续6个月下降 韩国现在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就认为 这代表在美中贸易战下 即使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重新谈判完成 韩国在中国经济趋缓之下 其景气已经跟进 正式进入趋缓 甚至下行压力的局势 这样的经济前景当然冲击就业 文在寅政府上任以来 力推的所得带动成长 以提高最低工资 循环创造更多就业政策 无助于挽救与景气 根本补不了美中贸易战 对韩国冲击的大动 因而出现一坡坡要求就责神浪 青瓦台11月9号宣布 撤换两大经济首长 包括主导所得带动成长政策规划的 青瓦台政策市长张夏成 以及传出理念和现行市政方向 有落差的经济副总理金东眼 接任人选则是首席预算 以及财政领域的原青瓦台调整市长洪南基 和专长政策计划调整的原首席秘书金秀贤来接任 南韩媒体报道更指出 鉴于过去经济副总理和青瓦台政策市长 双足鼎立的经济管理体系 经常会出现意见分歧 藉由这次的人事更动 青瓦台将调整为以经济副总理为主 强化经济政策的破坏以及执行 但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 是持续恶化的经济走势 韩国开发研究院针对就业劳动市场提出的分析预测 就业情况将持续恶化 第四季到2019年的就业数增长率预测值竟然是零 此外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 2018年突破了1600万 最严重的是这些人不仅是老人小孩 还包括了400万大学毕业生 这透露了高学历实业的窘境 韩国统计厅发表报告更显示 私人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不再雇佣人员的比例 在所有企业当中达到了58.7% 另外17.2%的中小企业自营业者 店里的工作人员是不执行的家族成员 自营业才能够存活 只有24.1%的自营业者聘用了员工 韩国中央日报直接写上了一个大标题 韩国经济正走向悬崖 韩国等于是台湾的一面镜子 整个东亚供应链至少一半 以美国为最终出口市场 上游是日本 中游是韩国与台湾 下游则是中国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顺明德分析指出 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 事实上打到的正是这条东亚供应链 过去十年从中国制造业崛起 2014年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基地 全球供应链也随之以往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 川普上台之后 秉持所谓的美国优先原则 展开强势作为 其实就是要把东亚供应链至少部分移回美国 美中贸易战牵涉的不只是美国和中国 处在东亚供应链上的韩国 日本还有台湾都会受到最直接冲击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报告当中 就指出台湾受创程度可能最大 韩国居次 韩国称自己的经济正在悬崖边 而台湾呢 忙着选举 政府无暇顾及台湾整体利益 以及经济对策 甚至因为反中 以为美中贸易战当中 中国大陆倒大煤 幸灾乐祸 不知道也未意识到台湾的危机 在二十多年前 亚马逊所在的西亚特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后来来了微软 微软来这里的原因是 大家都挤在斯洛克文巴黎 人才挖来挖去 何必呢 房价有如此之高 于是迁到了西亚特 接着就是Amazon 今天下来 他们创造了 西亚特的传奇 亚马逊为了争取人才 希望成立第二总部 结果总共有238个城市 有三个国家 在过去14个月里头 不断地争取说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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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是你呢 你要证明几点 第一个 你的人才是够好的 第二 减碎减碎再减碎 那么第三个 我提供你哪些哪些优惠 再优惠 大家各自的想办法 取亲亚马逊 结果最后 亚马逊在本周 正式宣布 得主事 我们请看一下 Amazon based in Seattle is shopping around for a location for a second North American headquarters Amazon has received 238 proposals for where it should put its second North America headquarters 过去14个月 三个国家 54个中汉省 238个城市 都在全力争抢一家 市值金兆的公司 2018年11月 新月儿 终于出路 HQ2 Amazon confirmed it will build two corporate offices Amazon announced that it settled on Long Island City which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Arlington County's Crystal City which is near Washington DC the competition for Amazon HQ2 began over a year ago but Amazon already had a type in mind a city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enough tech talent to fill thousands of jobs and 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at could easily connect to Seattle home to Amazon's HQ1 some cities flaunted tax credits some made flashy highlight reels Chicago it's day one in the second city yes that's William Shatner's voice in Chicago's flashy pitch many made quirky some might say desperate pitch videos Frisco is a city that thinks outside the box the city of Tucson Arizona tried to win over execs with a giant 21 foot cactus the mayor of Kansas City Missouri wrote 1000 Amazon product reviews and Stonecrest Georgia offered to take Amazon's name 为何竞争 如此激烈呢 因为 亚马逊的 进注 能成就 一个城市 这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在亚马逊第一总部西雅图 就完美诠释了一家企业 如何造就一个城市的最好范例 2017年的11月初 文谦世界周报节目 来到位于西北边陲的海港城市 秋一昂展的西雅图 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看不太出来 这是市值5000亿美元企业的 心脏存在 这三个巨大球体建筑结构体是西雅图的新地标 也是亚马逊的新总部生态圈 正式启用当天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此后亚马逊员工就在这儿生机蓬勃 仿热带雨林的空间中工作 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 视线所及的工地全部是亚马逊建案 亚马逊经营触角多元 自2016年夏天以来 就以每天57人的速度进行聘估 自2010到2016年间 亚马逊对当地经济 挹注超过300亿美元 让西雅图不只是全美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也是全美最大的企业城 因此在这一次亚马逊总部争夺战中 从东岸的波士顿 贝城 华府 中部的芝加哥等 高等学府群聚 具备国际机场运输能量的城市 都拥抱了一个做西雅图2.0版的美梦 现在这个美梦确定 降落纽约州长岛市 和维吉尼亚州的Crystal City Crystal City 离华附近十多分钟车程 而亚马逊的执行长 贝佐斯与华府渊源颇深 Amazon CEO Jeff Bezos owns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is currently refurbishing a former DC museum as a private residence for 23 million dollars 至于长岛总部的附近 则早就在2010年 有网路巨拨Google总部进驻 像当初 纽约州为了争抢亚马逊第二总部落脚 州长可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 纽约市长更事迫不及待 看着亚马逊带着前朝来 We've never seen 25,000 new jobs ever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state we've never even come close and that's the minimum that's the contractual minimum already on the table is the potential to go to 40,000 当然 亚马逊还是最大赢家 亚马逊选举过程 堪称企业行销公关事案教学的重要章节 更是时代中的一段传奇 关于阶级的流动 就是你戳生在有钱人的家庭 跟贫穷的家庭 因此辐射出来你未来的机会 人生的前景 是否从此限制你的人生 或许有很多的社会学的研究 BBC还曾经爬了一个纪录片 追踪了总共50年这些人的人生记录 结果发现 唯一改变跟打破阶级的方法 就是一个国家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台湾曾经是一个提供 还算公平教育机会的国家 但是这几年 两件事情改变了 我们目前公平教育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英文越来越重要 台湾的社会不够重视双语教育 或者是台湾的家长很重视双语教育 我们的政治并不重视双语教育 总共多少个世代 当他们没有双语教育的时刻 他们本身人生的机会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跟过去很不相同 现在全世界 像我们刚刚看到亚马逊 他可能到台湾来投资吗 因为台湾的英文可能不够好 他可能愿意来投资一些科技人才 像Google 那么因为台湾的薪资很便宜 但是如果更重要的总部 他要求你有非常好的英文 另外这些孩子 一旦有了很好的英文之后 他如果要学习第二件事情 就是城市教育 城市教育这件事情 决定在人工智能时代 你是被淘汰的一方 还是你可以融入人工智能的时代 那城市教育里头就牵涉到 你读的学校 你的师资够不够啊 老师有没有啊 那什么样的学校请得起呢 这种人在一个社会里头 当然是少数 所以一般的公立学校 他就请不起科技的资讯人才 因为薪水只有四到五万 将来退休没什么钱 那么如果是英语教育呢 一般的贵族学校 双语学校里头都做到了 所以贵族学校 私立学校都做到了双语教育 但是公立学校没有做到 所以自从呢 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之后 台湾的教育不再是一个公平的教育 是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而且一个孩子 他很可能就在所有的人 闹哄哄的政治 没有人关系下一代的教育政策之下 他的人生完全被牺牲了 请看文青的事业周报 我们的记者 张玉珍的调查采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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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这儿呢 主持人 主持人 你还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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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籍外国老师拿着道具 不时加上肢体语言 一堂认识我们的社区主题课程 以全英文上课 才二年级的小朋友们 不见得全部都能听懂 但个个性质盎然 抢着举手发言 运用几个简单的单字 就能回答问题 自信感十足 这是台北市私立光人国小 双语班的上课情况 如果我们的孩子 如果他将来 比如说他对城市设计有兴趣 他可以直接上课 课涵的 比如说哪些的英语的网站 他就可以自学 甚至他可以自己去申请 某些的函授课程 他就会让他自己跟世界 不断的去接轨 然后不断的去透过英语 学习更深更广的知识 英语是和世界接轨 不能少的工具 双语教学各校做法不同 但已经是私立学校招生的 基本配备 光人国小三年前开设双语班 有别于过去的做法 大多是引进教材 在台湾找老师上课 光人国小选择 直接和加拿大教育局合作 从课程上课方式 甚至是外籍老师聘用 系统式的搬到台湾教室里面 以一年级为例 一周四十堂的课程里 三分之二是台湾原有的 小学科目以及教材 另外三分之一才是英文课 同时采用加拿大 ESL英语课纲系统的上课方式 在完全西化的课堂上 外籍老师的熏陶下 孩子们很自然地熟悉 学会英文 也不会害怕开口说 或者遇到外国人 我认为我可以说 在学生和外国人 学会英文 没有英文 你觉得什么 在学习英文 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在生日中 感到很感到 感到很感到 感到很感到很感到 因为它有趣 因为学习英文是有趣吗 对 但私立学校一学期学费要五万块钱 双语班还得加上每个月月费 上万元起跳 这绝对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负担得起 大多数的父母 即使盼着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多学习机会 在现实经济压力之下 只能选择公立学校 贫富差距不只是房价而已 由于台湾公立教育长期忽略双语教育 贫富差距扩大 成为下一代命运的天注定 根据各种阶级研究 阶级流动翻转的唯一机会即是教育 这也是国家责无庞贷的责任 全台首善之区的台北市 2017年起推动双语教育 到2018年为止 总共有五所小学一所国中 开始试办双语课程 另外一个也投入双语教育的是台南市 2017年一口气选定八所学校试办 今年再增加五所 总共有13所国小会投入双语教育计划 除此之外 其他县市的公立小学 还无法也没有能力开办双语班 部分都会区学校以主题或专案型的计划 选择了渐进式做法 台北市中校国小一年级学生正在上的是 教育先锋计划里的英文课程 仿校国外主题式的课程规划 英文老师拿着道具配合投影片 用说故事的方式让小朋友们学习英文 融入唱歌 动索做劳作 引导小朋友开口说 另外就算是体育课 也采用融入英文教学 目的是要营造生活当中的英语环境 中校是位于市中心 我的家长的教育理念 还有经济条件的差异 自己在校内我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双风 已经有双风现象 那更放到到全台北市或是全国 我相信一定还是有这部分的问题 所以当公立学校转型为一些双语学校的时候 我想可以弥补 让一些家长不用急着 或是说他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他不用有那么大的负担 说我怕输在起跑点 其实推动英语教育 台湾教育界很早就开始规划 教育部1998年修订 九年一贯课程纲要的时候 将英语列入国小的正式课程 2005年起全国的国小 从三年级就有英文课可以上 每周两堂 但强调语文学科的学习做法 无法有效培养真正的英文应用能力 以中校国小为例 他们想做的是先局部课程调整 再逐步转型为双语学校 这也是目前台北市许多学校采取的主流做法 2016年包括仁爱 贴母 明湖 大安等有六所小学 开办了英语融入教学 选定非考试科目 像是体健 译文等等 在上课的时候融入英文 仁爱国小融入刷牙动作和口腔英文 贴母国小则是利用体育课打躲避球的时候 以英文说明活动规则 借此达到让英语的应用贴近生活 到2018年为止 台北市采取了英语融入教学的学校 总共达到了18校 从挪用刷牙运动时间 到全面启动少数的公立学校 全面双语教育 走了整整近13年 如果以小学六年计算 等于已经耗掉两个世代 终于2017年台北市正式宣布 从国小开始推动双语教育 但也只选定文仓 东兴国小两所学校作为试办学校 规划将英文课由现行的两堂 大幅增加到八堂 以英文上美术、音乐、体育等艺能科课程 目标是全年级的课程有三分之一 能够使用英文上课 营造英文情境的校园环境 今年再增加永籍、怀生、明道三所国小 以及格志国中 推动转型为双语学校 而在台南市推动的双语教育 除了正规英文课增加时数之外 也选定了生活科技、健康体育、综合活动等 不需要考试的科目 采取融入式的英语教学 安平区西门国小还事办在自然 以及数学课进行双语教学 设计双语考卷 按照规划 学生每一周 大约可以有四到六个小时 接触到英文 当你少子话之后 大家家长也是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的时候 他就会想说 如果我有能力 那我有机会我把我的户口 签户口让我的孩子可以就读到 他所期望的学校 那这个是大概公立学校 很多家长的思维 必然是如此 那私校也是一样 所以几乎大概我想在台湾 这一波整个的学校经营的方式 在公立学校 他也是朝向英语的彰显英语教学的特色 公立国小的双语班给了大多数 无法将小孩送进私校 送出国的父母一个希望 让孩子可以有公平取得教育资源 以及英语技能的希望 但由于学校太少 于是公立双语学校成为几破头 都想要抢到入学名额的慈禧效应 一开始就很明显 十多年来政治闹哄哄 教育却执念意识形态又没有破例 这些历届不在乎可能葬送下一代的政府 让好不容易出现的双语教育公平教育 又再次变了样 以台北市首度推行双语实验教学的东兴 文藏两所国小来看 第一年新生报道率就大幅成长大约三成 入学率冲到了九成 台北市新生国小的创校故事 是另一个最佳例证 新生国小2000年创校 从筹备时期就是全台北市家长眼中的 明星学校候选 原因就是新生国小一开始的创校目标 就锁定了双语班 在当时公立国小英文课程 还不是那么多元发展的年代 隶属新生国小学区的金华街 利水街 青田街 挤进大批外来人口 想尽办法签户口 建商只要在学区内推案 马上就会成为热销标的 原本一瓶50万元的平均房价 在学校开工动土之后 先涨了10万块 2013年房市好的时候 新生国小周边房价 已经涨破了100万一瓶 比起大安区平均行情91.6万 价差高出了一成 原本应该是公平分配的 公立国小学区 最终还是得要有钱 才能挤得进去 教育应该是给孩子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让努力 优秀的孩子 有机会翻转他的出身 过去三级平护 可以当上医生 律师 企业界 总统 如今因为世界改变了 台湾双语教学的落后 大多数的孩子 尤其是一般家庭 弱势的偏向的孩子 几乎被一一限制于某个范围 本来至少靠着教育以及努力 就能够与人一争高下的机会 在双语教学的落后 国家政策不肯拿出足够资源之下 教育资源的双方化 贫富差距的意义 正在恶化野生化 这个国家 对不起我们的下一代 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十业之报 我们最后为大家来报道金门 金门在这次的选举里头 人们不太重视他 某个程度 台湾人其实常常忘记 金门是台湾的一部分 当台湾本岛意识非常强烈 而且以牺牲金门人 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 同时金门人觉得 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希望能够通水 通电跟通桥 因为台湾到金门的旅客太少了 金门和厦门很接近 他们希望能够通水 这很自然 通水已经在马政府时代被批准 通电 他们希望从那个地方电拉过来 更重要的是通桥 这样才能够促进观光 但是不管是要通电 还是通桥 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金门曾经为台湾本岛牺牲 为台湾人换取了过去大多数时期的和平 而他们又断手断脚 呈现出他们重大的牺牲 但台湾人怎么样看待金门人的愿望 请看我们的记者沈正燕 来自于金门的报道 鬼条寨依旧主力 但找没了当年两岸对峙的疏杀 却成了曾经的历史印记 对一个来自台湾的游客 从小金门望向厦门的高楼大厦 会有一种两岸此消彼长 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感叹 但那只是外地人的想法 那像这些石头都是大概两百多年 因为这栋房子大概清潜中的时候盖 对张淑英来说 金门有厦门没有的东西 他为金门保留的朴实感到骄傲 在他看来 金门已成了厦门的后花园 最主要是他会想要看这个战地的一个神秘色彩 因为他们那时候 你看大陆后来一百多块人民币 就看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们那票卖得不得了 闽南鼎三落的古厕 原是当地珠山小学校长薛崇武的宅地 民国38年国军自大陆撤退 借用校地作为化学兵基地 薛崇武就把学生全叫来家里上课 因为有这一段典故 张淑英乘租了这栋老宅经营民宿 就取名校长的家 接待台湾客人 当然也接待越来越多 前来金门探访战地文化的大陆游客 现在大陆来的新的客源 其实他们是来享受的 享受我们的服务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哇 这个真的是人间天堂 他们几乎啊 而且他们会一来再来 就觉得说 大陆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结束军管戒严后 十万大军的大退潮 曾经冲击金门的经济 2001年开放的小三通 恢复了金门与厦门 传统上该有的经济与情感的连结 金门人很多是从福建厦门 祖縣都在那 直到这么多年了 小三通这么多年了 他们还是会经常回去记住 然后会有交流嘛 他们会回房 然后可能借由比如说 宫庙 宝生大地 这边有宝生大地嘛 大陆也有嘛 所以他们就会借由这些宫庙的这些交流 所以我是觉得反而 我们跟厦门 就是福建的往来是更密切的 金门在情感上 经济上 与大陆的连结远比台湾强烈 小三通消弭了政治隔阂 但现在却远远满足不了 这里与对岸的联系 你要在发展旅游业 你需要有大量的水资源 你是游客进来 你需要洗澡 起码最基本的条件 你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而这个在国民党执政期间 敲定的供水工程 今年8月5号正式开通 金门人不用再等待 来自台湾的运府 街上的福建进江水 金门县长陈福海 在通水仪式后 更喊出新三通的政策远景 金门新三通时代 今天开始启动 我们通水今天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通电 接下来通桥 服务金门县政 五近四十年的翁志堡 是新三通政策 最重要的目标 在通水之后 推动今夏通电 成了翁志堡的重要人物 民生的发展 水电跟大陆交通 是我们整个基础的建设 没有电谁会来投资 没有水谁会来投资 金门的塔山火电站 正在兴建两座新的发电机组 当前年均4%到5%的用电增长 正能确保金门 在2029年以前不缺电 但金门已被行政院核定 到2030年要达到 人均年碳排放为零的 低碳导计划目标 火电厂的存费已提上引擎 台电它的整个发电 它的排电量占49.5%左右 几乎占我们整个金门排电量 二分之一 你要所谓14T天岛 假如台电的火力化电 没有去做一些简碳的作为 事实上是不可能成为零碳岛的 第二部分是都 在生内容的话 是让它有一个间歇性 或者它不稳定性 那我们那时候 今天要发展天电岛 除了你跟并接搭电网 台湾又太远了 大陆其实很近 那能够建立的话 第一个可以稳定电源 第二部分假如我去发展 所谓的太阳人 今天理念的轰击 其实是可以发展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北定岛可以发展 那我产生 我冬天那么多的发电量 怎么办 没有电风气啊 你又不能除人 那我只好把它订给大陆 我夏天不过的时候 大陆可以把它的一些电源 输送给来 这个叫相互来互补 金门县府多年来都在推动 与大陆电网对接的政策与修法游说 但这是中央政府职权 更需要两岸协商 而以当前两岸的政治氛围看 这案子变得迟出不前 而相比通水与通电 通桥更有其经济一排 事实上连接金门五龙山与厦门大邓岛的金邓大桥规划 已被提出多年 金门毕竟是一个古党 就像我们的电网一样 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只要能够连接厦门 金门能够当作它的后花园 金门跟厦门成了一个共同一个生活圈 尤其透过厦门这样一个连接 其实可以解决到我们整个 经济发展条件部署的问题 那其实的话有大桥 它的理应的节省的时间 理应的一些成本 其实是最有帮助的 金门人提出的政策 向来都是从两岸大局出发的 离岛开发条例 将金门定位为开放的自由贸易岛 但金门人需求的落实 也永远受制于两岸关系 很多人说金门是政治靠台北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中华民国政府体制下来做运作的东西 这是永远逃逃不了的东西 但是在生活上的便利性的问题 有些还是要依赖这个大陆东西 莫非两岸的分治 金门不过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小道 也正因历史因素 成就金门今日的特殊地位 金门人说 不是台湾离金门太远 而是厦门实在更近 而我们总站在台湾的角度 看着反共堡垒 当金门不再是前线 是否也试着从他们的情感和需求上 去倾听金门人的心声呢 阿们 Travis 阿们 阿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